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欧马 最近跟一个香港朋友聊天 大家说他们在香港大部分的生活 很多家务都是外包的 比如说洗衣服啊 倒垃圾啊 或者是采买什么的 那现在台湾呢 目前我们的餐饮呢 或者是一些生活用品的采购 都有外送平台服务可以解决 但是还是有很多额外的服务 大家其实是愿意付费的 或者是女生 想要当个聪明的男女人呢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服务 可以借由就是线上的一些平台 或者是APP可以来解决哦 首先呢是大家最烦恼得到垃圾 因为如果一般租到公寓的话 其实还是要追垃圾车 那尤其对女生来讲 要穿的跟大妈一样去追垃圾车 实在是一个非常不优雅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现在有一些 倒垃圾的平台 可以先去线上估价 然后看是单户或者是多户 甚至呢可以有专人到现场去帮你 规划整个倒垃圾的空间 还有垃圾分类 让房客呢可以无忧无虑 房东也可以提升管理效率 第二个呢是代客洗折烘的服务 虽然呢现在有很多自助洗衣店 甚至呢很多去结合咖啡厅 做成那种网美咖啡店 但是呢不是人人都有时间在那边喝咖啡 所以现在呢有推出另外一项更先进的服务 就是倒垃圾帮你洗折烘 不只帮你洗好 还有折好甚至是烘好一条龙的服务 让每个女生呢每天都可以美美的出门喔 第三个呢是倒垃圾收纳的服务 断舍离对很多女生来讲 一直是又爱又怕受伤害的事情 那既然自己剪不断理还乱的话 不如交给专业的 现在有这种倒垃圾帮你收纳的服务 依照你个人的习惯呢帮你整理归纳好 这样子呢以后打开衣柜的话 也不用担心会煽崩的问题 最后一个呢是倒垃圾修缮的服务 修缮呢常常是最令人头痛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没有长期合作的师傅的话 在价格不透明的情况下很怕被人家坑 或者是找到不对的师傅可能又怕做不好 因此呢现在有这种就是平台 在上面的话有不同工种的师傅可以寻假 也有服务的评价 这样子呢就可以有更多元跟透明的选择 有没有觉得以上的服务呢 就像是请一个阿姨在家 或者是找一个工具人男友 帮你把这些事情全部顾好好 但是呢现在科技结合服务 然后延伸出来的商业模式也越来越多 如果呢今天真的想偷懒 或自己做不来 但是又怕运算花太多在做上面 不妨呢可以试试看使用这些服务 等于说请一个虚拟管架 在家里帮你顾好好 如果呢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订阅还有按赞哦 另外呢在下方呢有我的专属粉丝页的连结 欧马风格地强米记 也记得要帮我按赞哦